綜藝大姐白冰冰呢 這次跟49歲的大衛王 簡緣初代在節目中要比一比 而這一次在5分鐘之內呢 他們比賽 誰到底誰能吃的比較多的 這個蕎麥麵 讓白冰冰大喊真的吃不消 よろしく よろしく 客氣的仙女後兵 綜藝大姐白冰冰 和日本大衛王 簡緣初代來拍座 準備一腳靠下 加油加油加油 預備 預備 開始 白冰冰和來賓 合起來吃蕎麥麵 工作人員七手八腳 一碗接一碗 就是要贏過旁邊的女大衛王 快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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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看桌上小碗 已經堆積如深 白冰冰只能想盡辦法阻礙比賽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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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倒數 還倒數 很不舒服 七十穩健的監援初代 是日本的人氣大衛王 曾經在短短10分鐘內 快速吞下399碗蕎麥麵 這次和白冰冰比賽吃麵 完全是小菜一碟 80碗 總共 11 Market 18碗 YA 很 artic 還整個人都可以 12345678 910 11 È13 415 12345678 9 4000 11 È13 13 × 15 193碗 我們180碗是吧 118碗 118碗會輸很多耶 這次白冰冰專程到日本 和大胃王兼元初代下戰典 她笑說這是人生中 吃最快也是最緊張的一次 這次終於見識到 有大胃王的立憾 讓她趕快下風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